诗篇第十一篇 我投靠耶和华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要向飞鸟逃到你的山上去 看哪 恶人的宫已经拉开 剑已经上弦 要从暗处设那心里正直的人 根基既然毁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眼睛观看 他的目光查验世人 耶和华是验义人和恶人 他的心恨恶喜爱强暴的人 耶和华必使火炭落在恶人身上 烈火、硫磺和汉风 是他们悲中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的行为 正直的人必得见他的面